《香港六七暴動此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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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讀吳迪洲》 《新書發佈會》 我們很榮幸請到作者 程翔先生 這本書基本上是對於我們整個香港歷史 是一個很重要的著作 這一本書最重要的 是發言 第一個是中共和英國之間 在1945年 有一個密約 這個密約就是 港共 不去挑戰 港英 在香港的統治權 第二我第一次發覺 中共在香港原來有兩個地下黨系統 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我是第一個 一個把新華社的系統 以一個組織圖形式 畫出來的人 這是1989年 我離開《文匯報》之後 我第一次試圖把 中共在香港地下黨的系統 整理出來 但是當時來說 我也不知道原來是有兩個地下黨組織 直到看到 吳迪洲的筆記之後 才知道 原來 除了我們所比較熟悉的 所謂港澳工委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 城市工作委員會 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 兩個原來是平衡的 組織 這個組織有什麼不同 或者在書中裏 我有作一些解釋 另外在暴動期間 從中央到香港的組織 指揮體制是怎樣 很多研究六七暴動的書籍 都沒有涉及到這個問題 可能大家以前沒有留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看到吳迪洲的材料 吳迪洲的材料很清晰地 介紹了中央和地方的指揮和運作系統 另一個就是從港共發動暴動的目的 我相信是奪取港英的管治權 這個是很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香港左派已經不斷向中央說 香港人盼望早日解放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一種誤導中央的說法 而中央呢 也都不斷解釋給他聽 為什麼不可以提早解放 沙頭角槍擊事件的真相呢 所有有關這個問題的說法 都是民兵 就是這個魯莽 越過境 這個個別的行為 但事實上呢 我找到文獻 充分說明這個是 中央軍委直接策劃指揮 由解放軍正規軍 正規部隊 就是執行的 正規部隊就是廣州軍區 廣東省軍分區 首備師 7085部隊執行 所以這個呢 就完全推翻了以前所有的說法 還有呢 就是我這本書和其他有關的著作 有個比較不同的地方呢 我就引用了大量的 英方的解物材料 因為本來 本來不想去特別寫一張 來解釋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看了很多英方的解物材料 對比吳力州所說的話之後呢 我就覺得呢 是值得單獨 有一篇 是講英國那個 那個應對的辦法 我覺得當你大亡歷史的時候呢 以前的錯誤呢 會重討復設 為了不想重討復設呢 我們一定不能夠大亡歷史 謝謝 謝謝